清朝灭亡已有百余年,昔日的帝王荣耀早已随风而逝,但令人费解的是,至今仍有人坚守在那些早已荒废的皇陵前,他们的职责究竟是什么?守护的是逝去的辉煌,还是魏姐的秘密? 更奇怪的是,这些守灵人的薪水来自何处?一个朝代的终结似乎没有切断所有的联系,在背后究竟是政府的默许,还是某种更隐秘的安排?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持续驻守在这些陵墓中?大家好,欢迎订阅真正历史。 清朝的皇陵主要是清东陵和清西陵,先说清朝时期。 清朝时期的守灵人主要来源是朝廷指派,他大致分为三种,一是内务府派遣,二是皇帝直接派人,三是皇帝从八旗子弟中招人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清朝,齐人是很歧视汉人的,就算是招收守灵人,也不会招收汉人,只招收齐人,就连齐人,也只招收的上三旗中的齐人子弟,而不会招收其他旗的子弟,所以他们虽然是守灵人,但待遇很好,比如清朝史书上便记载,为清朝朔端竟公主守灵的如母白家,一年便可得白银两千两,但正常的守灵人,工资也不低。 他们一年的俸禄在白银一千三百两,鹿米五百弹左右,而守灵人除了自己工资高以外,守灵人的孩子也有奖赏,在乾隆时期,每一个守灵人的孩子出生时,都可以得到七两二钱的赏钱,不限人数,除了高待遇以外,守灵人在清朝的社会地位也很高,他们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,一是,守灵人的位置是可以试习的, 而且待遇和官职也不会随着士气而降低,会一直保持在一开始的水平,二是,守灵人不需要缴纳赴税,也不用服摇曳,就算是一个白身,也不需要。 三是,守灵人的来源,清朝守灵人的来源,除了前面说的上三级子弟外,还有很多的贝勒和皇子,四是,守灵人的官职很高,以清东陵所在的尊化为例,在清朝,尊化县的地方官员,最高的职位是正七品的支县,可在清东陵守灵的八级子弟中,正七品以上的官员足足有四百多人, 而那些低官职的,多是朝廷派来的兵将,主要是负责安保工作,而不是正规的守灵人,由此可见,正规的守灵人单从官职来看,便超过了清朝的绝大部分官员。 毕竟一个支县,还要一个读书人寒窗苦读数十载,才有可能当上,但一个守灵人的官职,却可以一直世袭下去,根本不需要考核,二者之间,简直就是天差地别。 所以,守灵人在清朝还强盛的时候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差,不仅待遇好,社会地位还高,工作还稳定。 不过,随着清朝没落,守灵人的待遇,也开始急剧下降,在同治年间,便开始对守灵人进行裁减,不仅减少了人数,也减少了待遇,等到了溥仪退位后,守灵人更是逃得逃,走得走,别说待遇,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 等到了民国年间,清朝守灵人的来源,再一次发生了改变,清朝灭亡后,有不少的守灵人,为了躲避战乱,或者赚钱养家,走掉了不少,但一些年龄比较大,比较念旧的守灵人,并没有走,而是在皇陵附近,安家立业,一边工作养家,一边看守皇陵,这些人,人数不多。 但他们的信仰极为坚定,从清朝末年,一直保持到了民国时期,甚至到现在都还有,比如尊化室下面的马兰玉镇,这个镇,便是那些没有离开清东陵的守灵人们,逐渐发展而来的,里面全是守灵人的后代, 他们虽然生活在尊化,但不管是说话,还是生活习惯,都保留着一股精味,甚至还保留着最早期的满足文化和生活习惯,并且随着时间的发展,这里的人口早已经破万,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社会结构,就算守灵没有工资,他们也能靠其他工作来养活自己。 对于他们来说,守灵更像是一种信仰,一种精神支撑,而不是工作,第二个来源,则是民国政府的工作人员,溥仪在退位之时,和当时的民国总统袁世凯有过约定,民国政府需要派遣工作人员守灵,防止皇陵被盗,而袁世凯也是同意了的,一开始的时候,民国政府统治力还比较高, 工资待遇到位的也比较及时,这些工作人员也比较负责,把皇陵看守的比较好,但随着军阀混战,民国政府统治力下降,不仅没有人来管理这些守灵人,甚至连他们的工资也发不出来。 在这种情况下,大部分的守灵人都离开了皇陵,外出寻找新的工作,而没有离开的,也不是因为忠心,而是想尽皇陵偷一些金银珠宝, 不仅守灵人这么想,不少的军阀也这么想,比如当时著名的军阀大盗孙殿英,便洗劫了一番青东陵,收刮了不少金银珠宝,狠狠地发了一笔财,第三个来源,则是溥仪派来的士兵,溥仪在退位以后,也为复国之心不死,便联合日本,在东北建立了一个维满洲国, 他在得知自己家的皇陵被孙殿英偷到后,大发雷霆,一面怒斥国民政府,不守信用,一面派遣了一支军队来负责看守皇陵,虽然是溥仪派遣的军队, 但这支军队里面,大部分都是日本人,只有少部分才是中国人,还有一些是在当地招募的普通百姓, 这支守灵人队伍一直看守到了1945年,直到日本战败,这支队伍才离开了皇陵, 里面的日本人跟随日军队伍,败退回了日本,而里面的中国人则是原地解散,各自寻找出路, 其实在现代,是没有专门的守灵人的,那些在清皇陵工作的工作人员,都是政府人员,不是守灵人, 当时新中国建立后,国家看到清皇陵被盗墓人糟蹋得不成样子, 很是痛心,决定在这里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,管理清皇陵, 并且在周围招募一些工作人员,看守皇陵,他们不属于守灵人, 而是属于国家单位的工作人员,这些工作人员的主要来源, 有两个,一是国家分配过去的管理人员, 他们的主要工作不是看守皇陵,而是管理皇陵的政府机构, 简单来说就是规划如何开发皇陵,研究如何保护皇陵的工作人员, 第二个来源则是,一直留在这里的清朝守灵人后代, 比如一开始说的马兰玉镇的居民,他们便是工作人员的主要来源, 里面比较普通的人,多是当一些清洁人员,或者导游, 而一些掌握了专业知识的,则会被聘请到国家专业单位, 对皇陵进行维护,比如乾隆陵的第十三代守墓人李志军, 他也为家传的游器彩绘手艺,便被我国政府安排在清东陵的古建筑队工作, 负责维护陵墓里面的一些古建筑,除了像李志军这样的专业人才外, 不少的守陵人后代主要从事的还是导游工作, 自从我国的旅游业发展以来,清王朝的两座皇陵一直是旅游热点, 不少的游客都前往这两个地方参观, 而我国政府便聘请了这些对皇陵了解深刻的守陵人后代来担任导游, 负责讲解皇陵的来龙去脉,这样既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, 也能解决这些守陵人后代的安置工作, 可谓是一举双得,这些守陵人虽然变成了国家的工作人员, 但对于自己祖辈传承下来的风俗和文化, 也一直有所保留,如在2021年, 青东陵便特意举办了一场关于守陵人文化的风俗展览, 让不少人认识到了守陵人这个群体, 了解到了他们的特殊文化, 打清王国百余年,为何直到如今还有人一代代传承, 坚守着青东陵,这些人是自愿守陵还是政府派遣, 他们的工资由谁发,又为何如此执着守陵呢? 占地80平方公里,如今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的帝王陵墓建筑群, 没错,这说的就是位于河北尊化的青东陵, 在这座布局宏伟的皇室陵墓中, 沉眠着来自清朝的王宫贵胄161人, 包括康乾在内的五位帝王, 15个皇后,163位嫔妃, 以及三个阿哥和两位公主, 俨然一座地下紫禁城,那么问题来了? 偌大一个皇陵, 安放着帝王尊体和成千上万珍贵的陪葬品, 若是无人看守, 盗墓者分分钟就能把他掏空了不可, 这该如何是好呢? 其实自打这皇陵建成开始, 清政府就已经与此派遣了专门的守陵人, 在清朝尚存的时候, 守陵工作都有八级子弟承担, 满清八级贵族遵循着清廷的要求, 除了在朝为官之外, 不能随意从事其他职业, 包括经商等民间事业, 甚至不得特许, 不能随意离京, 而这些失去的自由, 意味他们换来了享受朝廷, 供养一生的权利, 于是很多身上无官职的其人, 即便每年拿着朝廷录银, 一是无忧, 也自愿申请成为守陵人, 找点事做打发无聊的时间, 再说守陵人也不是白做的, 反之这个职业还待遇优厚, 甚至可以因此得到晋升机会, 所以, 清朝时期的守陵人, 其实生活并不艰苦, 也不像许多电视剧拍的那样, 只有获罪者才被贬去守陵, 反倒许多八级子弟自愿守陵, 有些人甚至一代代相传, 成为了驻扎在东陵的守陵家族, 譬如, 位于尊化西北的马兰玉镇, 如今就是清八级守陵人后代们的聚集地, 清朝时期, 把其子弟为打发时间争作守陵人, 可后来大清亡国, 战乱不休, 守陵人们为什么还要坚守于此呢? 这要分两种情况来说, 第一种, 部分守陵人仍然秉持着复国的幻想, 公元1912年, 也就是民国元年, 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, 溥仪宣布退位, 中国正是走向了一个复杂而多变的时期, 一方面革命者们欢呼高歌, 纷纷剪下辫子, 庆祝这数千年来的封建和压迫终于梦碎, 而另一方面, 失去了清廷庇佑的齐人们如坐针毡, 满清的统治已经走向末路, 他们就如同被抛弃的蝼蚁, 稍不注意就可能被新一代的民国政府才贬在脚下, 怎么办呢? 大部分齐人选择四散奔逃, 而剩下的小部分, 却仍然幻想着彼时被囚禁在紫禁城中的末代皇帝, 能再次重振旗鼓, 率领巴西铁骑, 重登政治殿堂, 于是部分守灵人留了下来, 仍然坚守着自个儿老祖宗留给后世仅剩的一片天地, 做着那不切实际的富国美梦。 第二种情况, 很多守灵人也确实无处可惧, 满清在华夏文明体系里毕竟是外族, 当年二十万清兵入关, 所有八旗贵族都定居于京城, 可京城之外却还有上亿人口的汉人百姓, 他们屈居于满人统治之下, 百余年来受尽八旗的压迫, 如今大清突然亡国, 汉人们重新拿回主权, 试问有几个旗人能在这样的社会局势下谋得生存之机, 所以许多守灵人就这样留在了尊化东陵, 毕竟这里还住一个小社会, 周围聚集的都是其人后代, 要谋求生路也相对容易, 大清亡国, 一些八旗守灵人也为渴求复国和出于无奈等原因, 选择留在了清东陵继续守灵, 那他们后来如何了呢? 最开始, 民国政府其实曾答应东陵的守灵人们, 即便大清如今覆灭了, 政府还是会照旧给他们开工资, 提供生活不及, 这个承诺对许多亡国后毫无出路的其人而言, 有如一根救命稻草, 但很快大家就发现, 事情并不如原先所料想, 政府根本没能言出必行, 他们还是如被抛弃般没了收入来源, 于是为谋求生路, 不少守灵人开始选择于附近开荒, 干起了自己的营生, 原本这样的生活日子也还过得去,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 混乱的民国时期枭雄并起, 这些横行霸道, 四处敛财的军阀们, 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满在金银财宝的青东陵, 于是在1928年初春, 以孙殿英为首的各路军阀, 开始在皇陵肆意挖掘枪道, 致使东陵大波陪葬文物被倒卖及损毁, 无数国之珍宝流失海外, 至今未归, 孙殿英等人犯下的没类罪行, 令不少守灵人心灰意冷, 选择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, 但仍然有人留了下来, 他们一部分是出于信仰, 而另一部分却是因为从中发现了商机, 很快一些守灵人们自己也开始坚守自导, 做起了倒卖目中文物的龌龊勾当, 这样的乱象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之初, 1949年, 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慷慨激昂的宣讲, 新中国政府正式成立, 也开始进一步重视起了针对皇陵保护的问题, 于是偷盗文物的守灵人被肃清, 另一部分仍然居住在马兰玉等镇的守灵人继续上岗, 承担起了守护青东陵重要职责, 而国家也不会让他们白干, 提供相应的编制, 成立负责皇陵修复的八旗子弟专家组, 设置合理的薪水, 推进东陵当地的文化旅游事业, 以此带动当地脱贫致富, 这是大清亡国以来, 东陵守灵人第一次尝到被家国善待的滋味, 如今他们仍旧一代代传承, 固守着那祖先留下的宏伟皇陵, 他们之中一部分人, 甚至一生都未走出过东陵一步, 而作为他们后代的西一代守灵人, 今天也开始活跃于这份事业之中, 成为当地的文保人员, 或讲解和导游, 回到最初的话题, 现在固守于东陵的守灵人都是谁, 他们是一群懂得感恩的人, 感恩祖先给予了生命, 感恩祖国赋予了新生, 感恩祖国赋予了新生,